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是加州和台湾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法律案和人事案 先讲我们加州 许多华人关心的ACA5提案 已经被州参议委员通过 成为11月3号大选公投的第16号提案 这项提案以平权为诉求 要求加州州政府在招标及招聘的时候 优先考虑弱势族裔 公立大学招生时也要降低弱势族裔的录取标准 而这个弱势族裔主要指的是非洲裔 白人和亚裔都被排除在外 提案者与支持者认为 弱势族群先天处于劣势 没有公平的立足点与其他的族裔来竞争 为了消弭社会不公并且减少对立 因此必须要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才能够慢慢提升他们的竞争力 台湾的人事案则是监察院长的提名 监察院以调查弹劾以及交举官员为指责 院长必须要超然独立 这一次民进党提名了 曾任总统府秘书长以及高雄市市长的陈菊出任 引发国民党为首的在野党强烈的反弹 而国民党为此也陆续采取了占领立法院议场等等的行动 企图来阻止审查程序的进行 而在立院占绝对优势的民进党则宣布 不管陈菊能否出席备巡都将在台湾的周五如期表决 支持陈菊等表示 陈菊是民进党的创党元老 早在党外时期就参与民主运动 也是当年为了美丽岛事件而坐牢的几位受刑人之一 不管在民进党内或是台湾民主运动史上都有崇高的地位 担任监察院长实质名归 而陈菊也在接受蔡英文总统提名之后宣布退出了民进党 反对党抵制陈菊完全没有理由 并指引说反对陈菊就是对陈菊的人格 甚至台湾民主的亵渎 我今天节目要讲的是政治诉求当中的逻辑倒错 拿这两则新闻事件做例子 就是希望您能够从这些热门的事件看似成理的论述当中 找出其中的矛盾与谬误 加州第十六号提案 目的在于提升非议等弱势族群的竞争力 从而达成社会公平 这个目标是对的 但是问题在于 为了要对某一方公平而去牺牲另一方的公平 就跟追求社会公平的大原则自相矛盾了 现在为了要让非议更容易进州立的大学 就要让白人和亚裔等等 面对比较高的门槛 完全不合公平正义 非议拉美议也有有钱人 白人黄种人也有穷人 用肤色来分完全是反向歧视 再者 加州是多元种族大熔炉 很多人都混有不同族裔的血统 要怎样才能定义谁是哪种人 这是谁说了算的 类似的平权法案不是第一次提出 主要针对的也是由于历史因素 百余年来都受到不公平对待的非议 如果研究美国的历史与非议的平权时 不难发现 非议的确处于很多先天的劣势 一直到现在 但政府要做的应该是 投入资源 改善非议社区的环境 包括治安 基础建设 卫生 教育 社工 福利等等 从根本慢慢的提升 而不是以为给他们加分念大学 就可以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 与社会形象 这样看似公平 实则破坏正义的法案 之所以得到很多人支持 还是因为大家没有去仔细思考问题的根源 或者觉得从根本做起太耗时费力 因此提案者采用这种降低门槛的表面政治正确的方式 来讨好特定主义 累积自己的政治资本 陈菊的提名案同样也有逻辑谬误 监察院长是要有社会亲旺 并且超然独立 公正联名的 陈菊为台湾民主奉献很多没有错 但问题是 他长期活跃于政坛 是民进党创党元老之一 当过党主席 是党内重要的派系领袖 对政治涉入极深 这样的人放在其他的部会都没有问题 但是放在监察院还当院长 未来监察院能否真的担负起御史大夫的重任 调查弹劾纠局民进党主政下的政府 当然值得讨论 更重要的是 他在担任高雄市长期间 市府有多达58件涉嫌不当或不法的案件 被监察院调查 其中已经有三案确定弹劾 30案遭到纠正 直到现在都还有高雄市政府涉及的不当甚至不法案件 正在接受监院调查 如果前高雄市长陈菊当上了院长 这些案件是否会被公正处理呢 当然要画上很大的问号 对人不对事 是华人的文化当中很糟糕的一部分 反对陈菊当监察院长并不等于否定陈菊这个人 况且在民主法治国家本来也就可以对政治人物提出质疑 而不应该以造神的手法阻挡一切对于人事案的合理质疑与反对 这些逻辑上的谬误相信民进党不会不知道 只是他们觉得大部分民众不会仔细的思考也不会在意 搞得清楚的人也只会是少数 而充其量这些人也只能狗废火车而已